即買即網,簽證入住即交樓 哇,這個景觀 無敵 無敵,水平線看整這個海景 最重要是看這個海景 這個海景很漂亮 這個單位是59萬元,可以上車 是一個兩房戶型 所以就ст給家看先進去 г memor也有上來 ? 官府 好物 好物 硬生 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总价28万 四在一方 有些漂亮的单位 有些美货可以介绍给大家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我们进来营销中心找到阿毅 阿毅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毅 阿毅在这里是一个Talksr 我们找阿毅帮忙介绍一下沙盘和规划图 阿毅我们先看看规划图 好 我们这边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交通 现在我们前面就是我们展过粤港澳的交通图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在红色五角星 即是信导湾金庸街海誓街 是 没错 是 这块黄色的板块就是我们金庸街 在2005年在那边拿的地 之前的话是一个小渔村 现在的话它做成一个4A级的一个 4A级旅游景区 是 像我们这边的话它有海岸线 是有16公里那么长 沙滩的话是有11公里 是 这里的沙都特别幼一些 特别舒服 是 像我们这些奶饭沙的话 整个中国的话只有三个地方有 一个是港西北海 一个是海南那边 还有一个就是信导湾海世界 是 没错 像我们这个信导湾来说 它经过16年的一个发展 像那些配套交通来说的话 是 非常方便的 像我们香港和山珍那边过来的话 我们是 第一个的话是 可以坐高铁过来 就是卫东站 是 像我们特别是 西九龙那边过来的话 一天是有六班高铁 直接到我们卫东这边 像我们卫东这边 每隔十分钟的话 是有一个街头巴士 可以过来我们的顺鸟湾 顺鸟湾 是 一个人的话就百万鸟过来 百万鸟湾 过来的话就二十几分钟左右 二十几分钟 是 很方便 香港那边坐高铁过来就一个钟头 一个钟 是 过来我们算了这边 就是二十几分钟 相当于一个半钟之前 是会过来这边的 那我们罗先生 我们的交通也都非常好 好像楼巴那边 高铁有16班 有接驳线都很方便 如果是开车的话 我们这里购买的人群很多 都是从深圳那里来的 是吧 特别是像我们深圳 广州东莞 是 这三个地方的话 都是大多数的游客 都会来我们算鸟湾这边玩 是 包括的话 像我们其实香港 都几多 过来我们这边算鸟湾玩 是 特别是因为他们像香港的话 他们都正常来说 如果说出关的话 出到我们的那个老湖 路湖 路湖 关口 包括我们的那个王冠 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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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草车过来我们也很方便 哦 是 像王冠 包括我们的老湖 如果有直达的车 是 直达的那些 像我们的信封车那些 过来才百多万过来 信封车 如果大陆这边的信封车都可以 是 它有楼巴可以直接过来 是吗 楼巴的话都有 都有 因为这两年的话 疫情未通关 是 我们这个楼巴就暂时 暂时 暂时就没 没通关 是没错 没开 以前是如果是通关的时候 都有开 是以前 那时候应该都是 一个小时左右 应该是 我们以前是一天有六班 有六班 是 早上三班 走五三班 那两个地方 都很方便 是 但现在就停了 是 因为疫情 我们现在是停了 哦 其实来说 我们的交通 是存在 暂时来说 疫情就停运了 是 没错 如果到时好 动态清零之后 我们也会开回 我们的楼巴 是的 是的 如果开车的话 就走回海湾大桥 再来到我们这个 信尿湾 就很近了 对吗 没错 我们还有一个 是现在在开 这个 看回我们这个沙盘先 好 去那条桥 到时会不会 对我们的交通有帮助 我们是这样 因为 我们现在下高速的话 地方是在这个 高速口 看到没有 没错 我们这条高速 现在是规划感 规划感 它叫了港外高速的 一条延长线 延长线 是的 现在我们在这里 动作工了 后期的话 我们开车过来 转程高速一直到 到这里 哦 即是更方便的交通 是没错 到时下了高速的话 如果来我们这个楼困的话 其实开车过来 就是三分钟左右 一路好转过来 这边就不会失车 那些是忘记的时候 哦 因为现在旺季很失车 没错 后期我们提到 二三年左右 这条高速会做好 二三年就搞好 对 明年做好 通车之后 方便很多 是的 包括我们忘记的话 这边 你说车多 基本上问题 是不大的 也不大问题 因为我们在这里 信尿湾就分三个区 是吧 一个是北区 对不对 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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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比例 例如海世界 其實我們跳回交通圖 我跟你們說一下 因為我們這裡是分一個內海和外海 見到嗎 沒錯 我們剛好是在中間 我們這裡出去就是外海 入面就是外海 外海這邊是沒有沙灘 很小 只是有一點點 基本上都是嬌食 就算有沙灘 基本上都是人工的 沒錯 我們算寮灣當時 因為我們董事長在這裡 看了差不多三年 三年 決定在這裡拿地 因為就是看中它的沙灘有11公里 全部都是純天然的 還有我們外海這邊都可以對比一下 不過這裡是有沙灘 那些沙灘就很粗 很粗 就像夏天你去玩的話 真的有一點點辣腳的感覺 辣腳 特別的話就是這邊就是風浪有少少大 比較大 那也是 往內海是風的各方面大很多 這邊的話 因為它是朝向是朝東的 朝東 像海邊的話 很多人如果想藏住 你朝東是肯定藏住不到的 是 除了早上有彩岡 不過我們村寮灣就不同 它是朝西南的 西南向 就是你早上過了之後 它一直都是有陽光彩岡 如果人家室內的話是不會潮的 海水也比較漂亮 是 這邊你說海水什麼都乾淨 包括因為特別是去游泳那些什麼 因為我們風浪是小的 它100米以內是不會超過2米 包括你說帶那些小孩去游泳都很安全 很安全 沒錯 就浪那些什麼都不太 明白 其實我們這個 它又不會像阿婆角那些 或者霞聰那些 會比較多焦石 又會安全一點 這個沙灘的質量都比較漂亮 就是如果是 玩開海邊樓樓盤的 它看過沙灘就知道 其實那裡的沙灘質量會漂亮 OK 那我們說回我們這個規劃圖先 好 OK 我們這個沙灘的話 中區它又分幾期 我們現在賣的是哪期呢 我們中區的話 因為開發了差不多16年 現在是做了第六個樓盤 第六個樓盤 第六個樓盤 第一個是哪裏 這樣講的詳細呢 我們當時第一個做的 就是08年做的 叫做封瓷島 封瓷島 是 當時的08年 我們這邊的價錢 都賣到差不多8千多元 8千多 當時山珍才賣1萬多 是啊 第二個就是我們這個 海上灣盤 海上灣盤 是 第三個就是我們這個 紅樹灣盤 紅樹灣盤 11年做的紅樹灣盤 它當時在樓下 都做了一個天樓公 商業街 那個占地的話 有5.5萬平方 你想想 5.5萬 也很大 裡面的話 它是那些 跟山柴那些 就是有些古城 可以逛街逛一下 還有我們那些酒吧雞 還有那些 還有五十多間 那些親人的食物 商業 那些啤酒 喝一下 是 包括的話 我們 第四個樓盤 有中國第五十個 那些養老 養老食 裡面的話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維東人民醫院三級 三級 三級人民醫院 我們現在的話 下個月會開放 正式使用 是 會開業 包括隔離還有一個 我們 孫療症 孫療症 裡面的話 有三萬人 裡面就是 本地人在那裡住 有大市場 有市場 有市場 群益市場 沒錯 你去那裡買菜 那些什麼 就比較方便 優惠很多 沒錯 因為海邊這些 旅遊市場都會貴少少 但是群益市場會便宜 是 但是這些海鮮 你去旅遊市場 都差不多是這樣的 是 都是當日 基本上那些海鮮 都是當日打擾起來 很新鮮 是又便宜 是 我們 再倒回來 我們樓盤第五個 就是我們的海公園 海公園 13年14年做好的 它前後做了四個大型的 這些意樂配套 是 第一個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水上樂園 它是模仿廣州長龍來做的 大喇叭 或者那個水上樂園 那些設施 全部都有 我們航拍都拍到有 很漂亮 是 隔離的話 還有一個是我們這個海洋館 海洋館 以前的話 是我們那個宣宅 那個居場來的 現在改了那個海洋館 裡面是看到的 那些海獅表演 都可以看到 海豚那些 裡面都可以看到 哦 即是有些海上的表演 可以看 沒錯 我們後面這裡還有兩個 水車的娛樂配套 一個就是畫嘉賓 很多人應該都知道這個 是啊 那些賽車 很有技術含量 沒錯 也都好像高仿那些長龍的表演 是的 差不多 差不多 隔離的話 還有一個卡丁街水場 就是一些 年輕人又比較喜歡去那裡玩的 沒錯 最後我們說到我們重點 六期 我們現在賣的第六個樓盤 第六個樓盤 就是現在賣的 它是回到六期開發的 我們先問一下 即是一到五期就賣光了 是 沒錯 即是現在第六個樓盤 就賣到哪裏 繼續 是 現在我們第六個樓盤 因為 我先跟你說一下 因為我們分為六期開發的 是 是 這個一期二期 三期四期 五期六期 後面還有一個 國際 那個私力小學 叫做 小學 是 北京政宅 政宅學校 是 沒錯 我們都 我們好像路過那裏 都好像打好名字 已經開發營業 是 19年9月1號的時候 已經開發營業 是 學校非常出名的 你可以網上查一下 OK 明白 是 現在我們這個小區 它現在是 埋到第三期 因為前面一二期 已經埋小了 OK 像我們第三期的話 前面第一棟 一線海景的 是十號樓 是 它的話 是公元四十年的 後面的話 三棟 就是住在十一 十二 十三 七十年 是 這是七十年產建的 OK 或者我們這樣 介紹這個大沙盤 然後再去看 我們那個 詳細版 好嗎 好 講回這個南區 南區這個 即是我們這個北區 中區 這裏就是南區 是 南區這裏 這些別墅 還未可以賣 對嗎 沒錯 但是現在的海裡 海神世界 和帝康酒店 現在是營業的 對嗎 我們這個最早 一加五星級的 就是這個 2008年進來的 是 現在的話差不多 有14年的一個 原營 第二個就是我們 加華 它是2012年進來的 2012年 是 我們前面行少少 就是我們華南 最大的一個 遊艇會 後面我們這個 碼頭就是 歸華 去過海上紅線 去到香港那邊 過去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可以到 是 包括的話我們這些 遊客那裏邊玩 都是在這裏 坐過遊艇 遊輪出去玩 哦 包括這裏有個 補水艙 裡面的話 是去遊艇加招 嗯 還有裡面可以買到 遊艇 遊輪 直升飛機都買到 直升規機都買到 是 沒錯 好 OK 我們看回我們中區 這個詳細版 這個 這樣看得清晰一點 是吧 阿艾 這個的話 就是我們海西街的 一個方大版 模型去看看 這裡有地產評價 因為我們這個 金融街 是一個 我們的國企 沒錯 沒錯 就是我們現在建好這裏 都是現樓 全部都是現房 我們 那我們如果是買家買了 就可以馬上網簽 今天附清 今天收樓 今天可以入住 可以入住 沒錯 即買即網簽即入住即交樓 沒錯 OK 那我們繼續看回 我們現在的位置 就是這個售樓部 現在我們所謂的位置 在我們售樓處二樓 後期這個售樓處 都是給我們業主 作為一個私人 私人為所利用的 哦 像我們三樓的話 是做了書吧 和咖啡廳 二樓的話 做了一個影院 後面做了一個泳池 泳池 因為現在拉落的木 但是這裡泳池已經是 現在可以使用了 現在可以使用了 是可以使用了 我看到有人在這裡游泳 是 包括我們一樓 都進入一個蜜燈樓 蜜燈樓 對開了 開了 前兩個月才進來的 好了 我們那個小區的樓距 都很寬 是 樓距的距離是超過300米以上 300米 但是它又來到沙灘 可以清得上是零距離 沒錯 像我們這些一線的 基本上是下樓 30米到我們沙灘 都可以去哪裡 非常舒服 樓距離是佔成的小區多少 我們樓距離是達到35% 那麼車位會不會很逼勁呢 我們車位這邊是1比1.25 我想都足夠 對 完全足夠 我們現在賣的是 現在是現樓 賣的是哪一樓 我們先介紹給我們觀眾看看 好 我們看看 這邊就是我們的三旗 三旗 後面三棟是住在70年 那些戶型分別有41、49 還有68 我們最便宜的一套是28萬 起步 28萬 即是之前就去到30多萬 沒錯 像我們三旗 下面一樣有個差不多10萬平方的圓南 裡面的圓南一樣帶著全配套 還有兩個私人圍索 一個是通傳圍索 一個是購物商城 即是湯泉又有泡溫泉 是 像我們冬天下不到海 開了嗎 現在開了嗎 我們像這個一線海景的湯泉 是 像我們這個一線海景的湯泉 現在還在焦商間 像我們這邊二企的湯泉 現在開業了 開業了 像我們業主一樣 過去那邊泡溫泉 那些什麼 我們10棟的話樓高是多高 好像11棟最高 好似 前面這個10棟的話 它是39樓 39樓 是 好似我們 簡單跟你說一下 這四棟前面兩棟是39樓 後面兩棟是32樓 嗯 39樓 32樓 像我們前面兩棟 它是有六梯13樓 有沒有一些 即41樓是28萬樓 是吧 如果大一點的面積 好像有些89樓那麼大 是幾房呢 像我們89樓 我來說它是兩房 兩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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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大用台 即是雙套間 是 哦 OK了 我們走到這裡 就是四期 五期 六期 那就是政宅學校 是吧 這個就是我們國際私立學校 OK 這個就是整個我們中區的一個 規劃沙叛途 是 OK 我們上去看看我們 靚靚板房 好嗎 Handy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金融街 海誓街 這個陽眼間 是 那我們這裡就在沙灘這裡 這個長廊走過去 看看人流 現在是下午的 五點半 五點半 是 很多人 是 現在還是假期 是 大家看看周圍的綠化 和人流 真的非常之多 然後這裡這個M記開了 M記開了 我們現在的產品是燃樓 是 這裏經過這裏 就是我們這個 左前方這裏就是十棟 我們這個板房 即是你這裏和沙灘距離 基本是零距離 幾步老道 整個 你攬大腳 應該可以一步到位 國內的抖音 拿過我的釣魚 一放入海裡 這樣釣魚都可以 真的太誇張了 是 廣場這裏很乾淨 廣場有這麼大 其實給人一種感覺很好 是 太陽都準備下山 很漂亮 現在這個景觀 我們下來看看小區 整個 這裏門口有個美移街 便利店 這裏有十棟 沒錯 這是現樓 即買即入住 不過這個十棟 便會貴些 那我的板房 十棟這裏有四個板房 十棟的話 它是四十年產權的公寓 價錢是一萬一到一萬三 這個是二線海景 叫做 二線海景的話 價錢是九千到一萬一 三聖走過去 八千到九千 即是這個十二十三棟 就差不多八九千一方 最具體的價錢 我們稍後上去 到時都會 設定在我們這個 南木下面 這裏有一個 準確的價錢 這個是社區 這個小區 綠化很好 它都很用心 因為這裏畢竟是我們這個 金融街 是我們這個 國企 是的 嘩 這裏還有這個水池 這裏 OK 那你回到家 見到這個水池 即是心情都放鬆些 對不對 這個十棟 這個是我們的大堂Lobby 有一個小招待室 這裏有充電器 當然也有些 是說出租給民宿 是經營的 是嗎 這裏我們的金融街 有很多這些 是 大三方有 即是說 我們去做那個拍 這樣 好 我明白 那我上去再拍給大家 嘩 這個景觀 無敵 無敵 我現在是坐在梳化 那水平線就望正這個海 這個海洋 攝影師給它鏡頭 先看見沙灘 那這裏的樓層是八樓 對不對 是八樓 我們這個單位是六十五房 有一個小嶺房 這個是我們這個樣板房 待會我們先拍一些格樓標準給觀眾 最重要的 我們是想給觀眾體驗到 我們在這個角度 坐在梳化 就是咬起腳 在這裡 看著電視也可以 還要看著這個海灘 這個單位 價錢就是只需要六十三萬起 對不對 如果是有些低樓層 好像三樓四樓 也會很漂亮的景觀 價錢可能還會低一點 那我先做回正事 探歸探 我們先看這個景觀 這個是落地窗 這個朝向是北向 是西北 西北 西北向 如果是東南向 那些價錢就會貴一點 就是去到一萬元出頭一點 那我預計它是六十七萬左右 這個六十三萬左右就OK 這裏是八樓 那到時交樓這裏 都是這種地磚 是沒錯 即是沒有傢俬 就是白牆滲好 有 前面那些有 即是這些是有傢俬整送 不是 我們全部是整裝修 就沒有傢俬 即是裝修好 是 到時我們會拍辦房給大家 我們繼續看我們這裏 這裏是房間 那個梳化就剛拍了 這個客廳是 應該是叫做小兩房 是沒錯 這裏是一個四房 這裏是一個房 這張床很闊 兩米 那裏有一個梳化 左手邊這裏有一個書桌 是嗎 你回家倒下架是很舒服的 那過來這裏看看 這裏右手邊 就是一間四房間 這裏是四房間 這裏是四房間看看 這裏是四房間大概有八個方左右 這裏有一個窗 有些可能一家人來住 有兩間房都可以 我想問到時這裏有沒有棟墻在這裏 有 都是這樣的 結構就是這樣的 一步一用 那這些 我們這裏除房 除櫃都有 都有 對不對 這些櫃都做好 是 看看質量 可以 質量可以 海邊都過去 其實這裏 鞋櫃都有 對不對 鞋櫃都有 都做好了 這裏有一個 入門的全新鏡 你出輪的時候 看到一個漂亮的自己 這裏是一些燈仔 這些是有些細緻的地方 一個走廊的燈仔 就是暗的時候 廁所可以 很多海景房 就是那些 死手間比較小 這個可以 接受得到 還有一些衛生間影形地樓 其實都可以 就是 做得比較四尺 尤其是死手盆比較大 馬桶 有兩門鏡 OK 不錯 有餓 那我這個單位就是 63萬起 沒方 OK 那我們繼續看 這個是我們指紋密碼所 這個是65方單位 好嗎 蘇先生 我們來看看 我們從65方 63萬 這個戶型 就叫做兩房 一廳一位 戶型出來之後 這個是我們的 電梯梯間 這裏是五個電梯 左手邊還有一個 就是六梯13戶 對 六梯13戶 這裏還有一個落地窗 顯得這個走廊 光線比較好 好 我們看看這個 我們九十方 這個是兩房 一廳兩位 這個戶型 這個是我的戶型圖 OK 再過來 這個左手邊 是我們這個 裝修標準 裝修標準 到時會寫一張圖 在這裏 好 進來看看我們這個 一層 只有一戶 華蘇先生 是 OK 我們進來看看 這裏 這裏屬於陽台 就是屬於什麼 贈送的面積 贈送的面積 有一個是衣櫃 應該是衣務間 衣務間 這裏是衣務間 這裏是衣務間 這個窗在哪裏 東邊 東邊 東邊這個窗 我看看 東邊就剛好 看看我們這個花園 很漂亮 前面那裏是溫泉 溫泉 湯泉 湯泉 OK 因為我們這裏有一兩個門口 那裏 管理費是多少錢 五元五 五元五日 現樓 這些到時沒有這個櫃 沒有這個櫃 接下來再進來看看 我先打開燈 這裏是一間套房 這裏是一個死手間 這裏是一個死手間 有一個小窗 進來看看 這個空間也能夠過 這個空間 馬桶在這裏 這裏是洗澡房 死手盆也在這裏 這個房間 房間 那裏是東向 這裏是北向 北向 對嗎 是 這裏是北向 這裏是另一個房間 這床是一米半的 這裏是衣櫃有沒有 到時 這裏是隱藏色衣櫃 是有的 是隱藏色衣櫃 是有的 即是做好了 做好了 這裏就放了一個 小書桌 兩邊的 三邊落床 三邊落床 這裏 有些鞋櫃 可以放在這裏 你可以放在衣櫃 也可以 我接下來看 這裏也叫鞋櫃 這個鞋櫃也有 很深 這裏是鞋櫃 很深 再進來看 這是我們的 開放式隧房 這裏是公寓 這裏不可以冥房 當然也做好 這是我們的隧房位置 隧櫃 還有這個 升盤 還有這個 這個做台也做好 這個冰箱位置 冰箱就沒有了 OK 我看回這個 這個橫廳 可以 我坐在這裏 立著這個海景 沒有遮擋 沒有遮擋 空間是OK的 因為我們這裏八樓 八樓也好 它的景觀也是OK的 即是我現在是水平線 這樣坐著在這裏 這裏就可以有一個梳化在這裏 看看自己怎麼擺 如果是不需要餐桌的 你就這樣拉長一點 也OK 如果餐桌好像參照它 這樣擺設也OK 好 再看回我們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就是套間來的 放了一尾五的床 這個是洗手間 這個是洗手間 這裏有一個抽風機 就是這樣的 這些闊度都OK 這個單位就89方 可以成交的價錢 就是9,600左右一方 9,600左右一方 我們到時會設定一個價錢 在這裏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單位 另外一個單位幾房 數生 80 80方 這個叫做兩房 兩個套房 還有一個是醫務間 即是叫做四三房 沒錯 這個65方是交樓標準 沒錯 那個交樓標準 我們就養一養 好嗎 OK 這個是交樓標準 即見之所得 看看 這個是入門的鞋櫃 安裝好了 剛好我們看那個 就安裝了一個全身鏡 再進來看看 這個指紋碼鎖 這個單位就 最低價 三萬左右買到 這裏是一個 洗澡房 馬桶 洗手盆 空間都OK 65方 小頂房 這裏是 除房位置 這個預留了空條 這個空條到時不是中央空條 不是 是獨立方 即是自己安裝的 哦 這裏有一個小房間 可以進來看看 這個小的房間 這個小的房間 有七八個方 可以幫到 那擺張床 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看看自己是怎樣擺設 這個就是這個 我們這個開間 那我站在這個客廳 就喜歡聽闊的 就適合這些單位 這個朝向就是西北位 其實正北比較多 因為這個西向在這裏 看著我 有些被太陽撐住在這裏 但水平線就看正這個海景 最重要是看這個海景 很漂亮 這個海景 即是沒有遮擋 因為你這個單位 兩房的話 六十多萬 上到車的話是OK的 而且是我的 准現樓 而且是現樓 即買 即網簽 即交樓 OK 那我看回這個 八十方案單位 嗨 這些裝修其實都OK的 這些到時沒有這個 背景長的 它就是一支白牆 是 OK 我們關上電子 看看這個 這裡拍攝這個 小區環境就OK 這裡是湯泉 這裡是湯泉 小區環境 我拍攝的可能比較少 那裏是另一個門口 那裏是一個門口 那裏做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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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邊這裏是湯泉 計劃的話 我們 二期的湯泉 已經是 進去用 是 沒錯 我們現在看回 南向的 八十方 四三房 即可熱景 整成三房 現在佈局 就是兩房 這個是我們 匯形圖 七十九 直近八十方 OK 進來門口 右手邊是一個 死手間 大家看看 其實這些洗手間 就整成這樣 禁食 不過它不是交樓標準 到時候會拍攝一個交樓標準 給大家 這個是一個 死手盆 馬桶 為什麼我會站進來 讓大家知道空間 大家去到哪裏 Andy 交樓標準 衛生間 大體上沒有什麼變化 沒有什麼變化 可能鏡櫃有些少許改動 就是這小塊 沒錯 其他都是一致的 OK 包括同樣帶窗戶 可以通風 這些櫃都安裝好了 上層可以放一些衣物 和皮鋪 在下層放這個牌櫃 再進來這裡是我們的廚房 廚房位置 就整好 右手邊有一個小的房間 空調位置都整好 空調位置都整好 我們這裏未擺傢俬電器 但是就是這樣 交樓給你 你看到這樣就是這樣 調上天花 還有射燈 繼續進來看 我們這個單位就是南向單位 南向單位 這個單位基本上是這裡 比較貴的一個單位 這個80方 然後賣的價錢 如果是有些低層的折後 可能都是9000左右 9000左右 9000多元 是的 如果你想要更多優惠 可以私信連繫我們 我們可以逐層幫你們連繫 這裏八樓 好 看看這個景觀 嘩 可以 這個窗可以全部打開 打開就通風很多 好通風 因為這裏南向這裏是北向 就可以對留得到 下層的玻璃就固定 最重要的是金融街 它離開的海岸線 十分之夠近 下去樓下就是這些沙灘 對嗎 下去樓下還要帶一個廣場 對 人們在這裏開沙灘車 現在這個鐘點很多人 很多人 現在都六點半了 看著日直的 西南向 OK 我們再說回 這個位置又可以設置一間房 即是它開發商是這樣說 確實也是 這個小房間又可以設置一間房 空間足夠 這裡可以放一個梳化 這是旅遊的 餐桌就比較少擺 對嗎 OK 繼續進來這裏 是主人套間 主人套間這裏就是一個 就是這麼大的 主人套間都可以一線望海 一線望海 這裏就是信寮灣海世界 八十方 它這個單位可以設置車的價錢 就八十六七左右 它這個廁所說真的 這個八十方 這個門就設置得不太好 真的不太到位 這個衛生間這樣開門 要是這樣進去 要是你就關門這樣進去 是嗎 後期這個門呢 可以改一下那個方向 即是開那個方向 是的 我們進來看看 進來這裏是一個死手盆 這個馬桶 這裏是這個 這個洗澡地方 沐浴區 沐浴區 這裏是我們的鏡櫃 這裏還有一個四人套 這裏我覺得不錯 一個四人套 你可以曬衣服 雖然小一點 你進來一個三角形 也不會小 這裏放在水衣機 也沒有問題 純粹這個位置就是 起到這樣的作用 是的 這裏就可以有一個插鬚 裝起來 這個三角形 OK 這個單位我覺得都 即是主人房這裏就要改進一下 對不對 還有這個三房就要自己設定一下 我們還有一個南向的六十五方單位 去看看 好了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 我們金融街海四界最小的單位 這個四十一方 一個大單間 這個是那個回應圖 這個最重要的是參考它這個景觀 這個南向景觀 看看看看 真的這個海平線 我們都是 即是我站在這裏就是看著這個海景 這個價錢 即是如果是二線的價錢 大概是去到二八萬塊就可以買的 軍價在六千多七千塊左右 要七千塊 即是二線海景 我們這裏叫頭排一線海景 即是距離拉到盡了 建築物來說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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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裏就是一個開間來的 就是一房 這裏有些 你可以放一間切入食的衣櫃 一個開間就是這麼闊 即是按這個板房 按照這個設計都可以 同樣這裏做了一排櫃 收納櫃 沒錯 放一張餐桌 沙發在這邊 沙發在這邊 你坐沙發也可以看到海景 這個房間就是這個 這張床是一尾半的 對著電視機看看電視 其實我在這裏 站在這裏也可以看到海景 沒有直接擋 當然可以 因為你是 我們這家八樓的高度 剛剛好 沒得擋 擋不到 如果最低的樓層 其實還可以 反而高了之後 看沙灘就 鐵實在沒有那麼真實 好 我看看這裏全部的單位 這裏是廚房 廚房位置 廚櫃都整好 整好 交流標準 交流標準 再看我們死手間位置 這裏是廚房 如果正確的八十方 整個小門 推拉門 就會好很多 人性化些 這裏有一個死手盆 馬桶 這裏是一個死手間 有一個窗 沐浴區的沙發和雜物浪都標配 還有瓷磚 網上顯得有一定的檔次 不會太差 42方的單位介紹 這是南向 各位觀眾大家好 現在我在這裏二線海景 十一號樓這裏 這裏一共是五梯十六戶 我們看看二線海景 和我們一線海景的十棟樓 十號樓有什麼不同 先來看看這裏四十二方的單位 是做到一個大單間的 這個是戶型圖 先進來看看 這個朝向是朝南向的 入門贈送這個 就是一個大單間 這是指紋密碼所 我們看看直視景觀 這裏我們在海世界三旗 四旗在那裏 即是那裏 規劃圖 我們打開這個窗來看看 規劃圖這個窗 很通風 那裏會起樓 但你依然可以看到二線海景 這個四十二方的單位 可以上車的價錢 這個中間樓層 就去到三十九萬 八千多元一方 就大裝修 很通風 在藍不對樓這裏 這個床就是一尾八的 那裏有一個衣櫃 有一個衣櫃 這個整個開間 四十二方 四十二方是這樣的 看你自己是怎樣選擇 因為我見過有些戶型 做得挺漂亮的 它這裏可以做一個 好像書櫃一樣 它可以隔起來 這裏可以做為客廳 這裏作為房間也可以 就看自己是怎樣選擇 這個單位就三十九萬 可以買得到 這個中間樓層 當然低樓層的那些 會更加便宜 我們到時會拍一些低樓層 給大家 繼續看我們這個板房 它這裏 就做了一個 Open式的這個 這個 鑊室 這個床就 帶著這個 我們這個 屏幕 這個電視的 這個 攝像頭 到時就可以看這個屏幕 這裏 這裏是衣� 當然它的洗手間在哪裏 可以看回 這個櫥櫃 它到時會交樓 做好給你 這個櫥櫃 看起來比較企利 這裏可以放回 洗手機為止 我們先看我們這個 洗手間 洗手間這個 洗澡房 空間OK 42方 這個馬桶 洗手盆 這個鏡子 都比較大 不會親身上很高檔 但又不會 因為主要 二線海景 一線海景的價錢 對比 我再來看 左手邊 這裏有一個單位 就是這個 69方的 兩房 兩房 這就是家樓標準 燈離開 一直進來看看 這裏就是我們 除房 左手邊這裏有一個四房間 四房間這裏大概有六七個方 空調位置都整好 我們這裏是在25樓 還沒開燈的 還沒開燈 還沒開燈 這裏可以上車的價錢 是59萬 這裏可以隔一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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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可以隔兩房 因為足夠空間 足夠空間 足夠空間 但是它的優勢 讓我覺得 南向 非常通風 總體的格局 都是南向 因為北向那裏沒有扭 南向就正常行好通風 因為今天 特地未打 那個 啫喱水 頭髮 一吹就知道風 大不大 很大風 很大風 通風效果非常好 我看看比較實質 這個單位是59萬 可以上車 是兩房一個戶型 兩房一個戶型 兩房一個戶型 如果是 這裏就這麼闊 非常之闊 然後開間也非常大 這個就68方 我再看看 還有一個面積 就是 隔好是一房一廳的面積 可以參考我們看的42方的面積 這個面積是50方 就叫做一房一廳戶型 這裏是隔斷了就可以 這個是客廳 這是房間 大家可以參考這個戶型 50方戶型 上車的價錢是42萬 可以上車 這個是右手邊是一個廚房 左手邊這裏就是死手間 即是它又 跟那個42方的區別 就不會減逼夾 不會減逼夾 剛剛那個42方的感覺 就門後面遮住了廁所 我覺得窄了少少 可以看回右手邊這個死手 這個馬桶 死手盆 這個 這個 洗澡的地方會欠得更加大 這樣關門會大很多 這個洗澡房 洗澡房會大很多 右手邊這裏就是 我們的廚房 這個就 就隔好了 這裏是一個書桌 我這裏就是一個客廳 我隔好之後 因為50方比42方來說 就大一點 大一點就足夠空間 這裏就可以隔成一個廳 廳就可以看電視 當然你那個42方都可以這樣做 但是空間感會小一點 這樣說 左手邊這裏就是一個廚房位置 有一個茶几 吃著水果 如果你都可以有些收納的情況 就可以這樣 因為它這裏做得挺好 我覺得可以參考一下 光線太光 你可以收起來也可以 如果你可以說通風效果好些 你可以打開 光線又好很多 最進來這裏是一個休息的地區 就是我們的房間 這個房間也是十分通風的 這個海景 剛剛那個是08號房 一直過來這裏 那個05、06、08號房的板房 跟這個景觀相比 就不會太大出入 因為就是這個 我們前方這裏 就是湯泉 我們這樣就可以看到這個 湯泉的全部佈局 走過去那裏 可能到時就看到這個二線海景 就多少會有些擋住 但是呢 它這裏出去門口的沙灘 依然是非常之近的 可能距離 大概都是去到幾億步路 這樣就可以難得到過去的沙灘 主要是這個樓盤 我們金融街海世界 主要是離這個沙灘 特別近的 現在政府都不允許披地 可以離這個沙灘 那麼近起樓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二線海景的單位 我們玩個地方 坐下 然後總結一下 我們這個板房 是一線海景底 就是二線海景底 各位觀眾 我們看完十號樓和十一號樓的板房 十一號樓和十二號樓和十三號樓 它的面積都是一樣的 它的產權是七十年 是住宅順則的 十號樓就是公寓 就是四十年 那麼對比回 第二個就是 第一個差距是一個產權 第二個是我們一個樓的一個景觀 十一、十二、十三就屬於二線海景 但是都看得到 十二號樓是比較便宜的 十三號樓暫時沒有放出來 還未拿到預售證 十二號樓也是一個現樓 即網清即入住的 十二號樓最便宜的是四十 九方的戶型 就是四十四萬可以上到車 即是中間樓層 如果說回最低樓層 就會三十七萬去買到 如果是四十一方的中間樓層 就是三十五萬 最低的價錢 就二十九萬多都可以 即是樓層大概去到三四樓的位置 十二十九萬都可以買到 即是你選擇這裏 十一到十三距是距離沙灘很近的 這麼大就是二線海景 但是三樓 說真的看不到海景 但看圓林的倉泉 景觀是不錯的 十二十九萬多都可以買到 但是你看海景 去十樓以上 中間樓層 中間樓層 你預計四十一方是三十五萬左右 還有一個就是兩房的住宅 十一到十三的 價錢最低的就是四十八萬起 四十八萬起就可以買到 這個就是十一到十二 即是現在買一到 即是住的那些貨源就是這種 二號就是二線海景 如果回到十號樓 就是我們一線海景 一線海景的話 我們也提升了價錢 如果你說找回三樓 三樓都可以看到海的 其實都挺漂亮的 三樓的話 即是十棟的三樓 如果是八十九樓 兩個土間的那種戶型 八十九樓最低的總價 就是七十五萬 一線海景是一些 朝向西北向 西北向 如果是六十五樓的兩房 總價就是五十八萬 如果是七十九樓 即是八十樓 四三房戶型 就是七十三萬起 總體來說 一個就是公寓 和一個就是住宅 看回各位觀眾 是適合那種感覺 適合哪種感覺 海景也是有的 這個海世界的話 總體來說 就是和沙灘是零距離的 也是燕樓 我們的國企支持 我們海世界的房間 就介紹到這裏 我陸續的反應 我們會拍一些 因為燕樓我們希望 是拍一些 樓上和樓下的景觀 讓大家對比 這條影片就分享到這裏 我是Andy 這條影片就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